感染肠病毒住院儿童 罹患睡眠呼吸中止症风险高 天气转热即将进入肠病毒流行季节 家长都很担心孩子感染肠病毒 根据高医和嘉义强被医院合作 以台湾健保1995年到2005年 4万8000多名感染肠病毒的未成年患者 和未感染肠病毒的对照主 近10万个样本数 进行长达9年半的追踪 结果发现曾经感染肠病毒的儿童 若有过敏性鼻炎 未来9年半 罹患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 是没有感染过肠病毒的4.82倍 还有感染肠病毒住院 也就是属于严重感染的儿童 未来得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机会 是没有感染过肠病毒的1.62倍 这可能是过敏性鼻炎 或是肠病毒感染较严重者 呼吸道比较脆弱 再加上肠病毒侵犯咽喉呼吸道 导致未来呼吸道变窄 提高罹患睡眠呼吸中止症风险 孩子晚上有打酸等现象 以及 比较容易表现过动 以及注意力不集中 因及早就医 以免学习力下降 这也是全球首篇发现 肠病毒和准栽型睡眠呼吸中止症 可能据相关性的论文 已参登在国际期刊 董新闻高雄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